女人每天都在路上打洞 因为她的丈夫在路边开了一家汽车维修站 只要是路过的小汽车都会被他们搭载一顿 但让菜花不知道的是 她的行为都被邻居禁收盐底 次日邻居就找到菜花说 自己家有钉子就是卖不出去 听到这里菜花知道邻居发现了他们的事情 为了继续挣钱 她只能拿着丈夫修车的辛苦钱 来买邻居家的高价钉子 然而就在这天 大壮就看到路上出了一个严重的车祸 随后她赶紧扔掉自行车 找出钉子的位置准备毁尸灭迹 与此同时 车主看到这一幕 反而自己还哆哆嗦嗦地下跑了 原来她的后备箱里藏了一个被拐走的小女孩 刚好被大壮埋下的钉子扎住停在了这里 次日 大壮的英勇事迹就被当地媒体报道了 而被困女孩的妈妈还送给了大壮两千万筹谢金 有了钱后 她也洗心革面想要彻底做一个好人 可就在这天 邻居见大壮穿的人目人样 于是直接说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知道妻子拿着她坑人的钱 反而还被别人坑走了 回家后 她就赶紧来到路边 想要拔掉所有钉子 从此做个正直的好人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钉子已经深深扎进路面 怎么也拔不出来 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当你想走回头路的时候 可能已经深深陷入泥潭 无法自拔